我是凡~~ 我加了超多料啦 好我現在要開始化妝了 然後我眉毛跟眼睛嘴巴都已經化好了 然後我現在欸我想一下喔 因為我最近比泛紅比較多一點 就是MC即將要來的 所以我用一下我1028的那個 綠色的這個濕底乳 這一款我之前就是有推過很多次 我覺得它的控油效果很不錯 它的修飾泛紅效果我覺得就是正常 沒有到就是喔超強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它的控油效果還不錯 然後它擦在底妝前面 不會跟你的底妝打架 欸我把我的手機震動關掉超煩 然後換了新手機殼 是不是好可愛 今天就是重點是這個 Jaylin的兩個海綿 所以我一邊要用他們這一個 就是他們家好像蠻有名的海綿 然後我為什麼會買它 真的是因為那一天去給那個Iris化妝 然後它就是用這一顆我捏起來 我手感我超級無敵喜歡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呢 就是我買了這一顆神奇之溶美妝蛋 它呢就是跟我之前說的那個Juno的很像 然後它一樣是絨毛款 可是捏起來的感覺就不太像 因為它摸起來會比較有一種鬆鬆的聲音 你們應該聽不到 但是有一種鬆鬆的聲音 然後Juno是比較實的那種感覺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右邊呢會用這一顆 然後左邊呢就用直絨的那一顆這樣 然後呢我今天就是已經先讀了他們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產品說明 那產品說明是說呢就是建議 建議是近濕會比較好用 所以我今天呢就出動了我們家寶弟的碗 蛤蛤蛤蛤蛤蛤蛤 這個是折疊碗 我跟你說出去遛狗超方便的 我就先把它泡進去讓它近濕一下 因為它兩個都說是建議要近濕比較好用這樣 所以我就直接近濕 然後把它擰乾 這樣子 其實也沒有變很大 但就是比剛剛再大一點點這樣 先把它放在耳朵上 然後直絨蛋呢 喔有沒有看到 欸有沒有看到直絨蛋吸水力差多多 它整個是啪出來的那種 在這 好那就這兩個 所以我現在右邊用這一顆粉紅色的上 然後左邊用直絨蛋上 好那底妝的話呢 我最近很喜歡用亞瑟蘭黛這個粉持久 我覺得啊這一罐粉持久就是 它的遮瑕度是高的 可是如果你淡淡薄擦一層的話 其實它的光澤感也是滿美的這樣 然後呢我右邊就要直接用這個粉粉的淡淡這樣 我就先把我的粉底擦在我的右半邊的臉上 我拉近一點給你們看 我這個一個葫蘆妝的一個小東西 然後我先用它的就是後面這一面來拋光 就先用它像印章似的先打在我的臉上 這一顆那天Iris幫我上妝的時候 我就覺得超級無敵舒服 然後你們有很多人一直叫我去買這一粒的那個美妝蛋 我跟你說我買了這兩顆之後呢 我應該美妝蛋會先停手一下 因為我美妝蛋真的太多 昨天我男友在電話裡還說你美妝蛋到底要買幾顆 然後我就想說也對啊 就省下買美妝蛋的點就是 省下買美妝蛋的那些錢就全部集合下來 其實我可以去買一些其他的彩妝品 所以我想說OK美妝蛋希博士生就是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蓋一個段落 我非常非常喜歡它捏起來的手感 它捏起來的手感呢就是跟Beauty Blender非常非常的像 它沒有到Fenty Beauty這麼軟啊 它就是硬度是中等 但是它的服貼度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它一樣也有是切面 就是兩個大切面一個大切面一個小切面 所以小切面如果你要用來上這種什麼眼下 或者是鼻翼 或者是嘴角的話都是OK的 然後它的這個拋光啊 我覺得用美妝蛋的重點就是你怕有刷痕 或是你怕就是你可能肌膚比較有狀況的地方 你會沒有辦法上好的話呢 美妝蛋用來拋光其實真的非常的方便 然後我覺得它的進水有一個好處是 它不會沾太多的粉底 就是你看我剛剛的粉底其實幾乎很完整的都上在我的臉上 有沒有這邊是沒有的這邊是有的 應該就是那個光澤感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歡用 呃就是粉持久的那個粉底 而且我每次擦每次都會有人問 左邊的我要用它們的那個直容蛋 就是我先一樣上在我的臉上 欸然後我剛剛在看那個台灣做的那個歌唱節目 森林之王嗎? 森林之王我才看到第一集的中間很好看耶 就是推薦大家如果無聊的話 苗大姐影片就是看完了有沒有 就可以去看森林之王 好我現在就是一樣用拋光面先拋 喔! 欸! 這上妝的感覺跟Juno超像欸 超級無敵像 就它真的就是有一種在戳你毛孔的感覺 就是 有沒有 就是它真的是除了拍打之外 它的那個細緻絨毛是會戳進去的 可是我跟你說我發現有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絨毛都會這樣 就是 它們會有一塊卡在那有沒有 這一塊就比較深 我上次就有跟你們說過 用了第一次以後就完全洗不掉 然後這個也是 你看它會吸在某一塊地方 某一塊地方會比較深 我跟你說那個是洗不掉的喔 就是 我那時候用完Juno以後 我是立刻立馬拿去洗 不是三天後才洗 可是也洗不掉 是我用那個清潔 就是美妝蛋清潔劑也洗不掉 然後我用刷具的清潔劑也洗不掉 它就是會卡在那邊這樣 欸怎麼辦 我會不會這個影片結束以後 其實燒到你們是粉吃酒 哈哈哈哈 你們覺得粉吃酒超美的嗎 有沒有 欸然後我要跟你們說就是 一定會有人在問我牙齒的事情 最近我買的那個代購 Marian Sue 她又在代購我之前分享的那個 抗敏感款式的那個 Chris的兩劑牙膏 我跟你說那真的是我目前用過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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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的美白牙膏 所以如果你對牙齒美白有興趣 你跟我一樣沒有錢買貼片 沒有錢去做那個什麼 就是美白流程的話呢 買一下這個牙膏好不好 好然後我現在呢再加一下就是 局部加強一下 我想要試試看用她這個小切面 就稍微疊加一下這樣 我覺得她這個小切面沒有到這麼好上手 是因為這個葫蘆狀其實沒有很好抓 因為就是她這邊是有一個斷頭的感覺 所以你去敲的時候 你會覺得她一直要垂掉垂掉的感覺 所以其實用後面這個大拋光面 是會比較好上手的 這樣就很像在抓一個印章的感覺而已 然後左邊我也是稍微用粉底液去壓一下 左邊沒辦法就只能用她的大拋光面 好那現在這樣是上完粉底液的感覺 基本上我覺得這兩個呢 近濕之後對於妝感的服貼度都是有大大提升的 這一個呢我覺得對於問題 就是跟我之前說Juno一樣 我覺得對於問題肌膚來說 如果你有毛孔出大問題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但基本上我覺得她上起來妝感 沒有太大太大的差別這樣 我之前有說過就是用Juno的那個直容美妝 但我覺得用來上遮瑕還不錯 所以但是我今天也沒有想要特別上遮瑕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要試行 但是我覺得Juno這一顆呢 我在美國買的時候是6塊美金 可是運費無敵的貴 運費好像是25塊美金 然後這一顆直容蛋我記得100塊左右而已 就是我在康氏沒買到 所以如果你對Juno這個有興趣 可是你又不想要就是跨國買啊 或是你不想要花那個運費的話 就是JLIN的可以買買看啊 然後我剛剛看他們的包裝上面是有寫韓國製 所以就是你們可以自己參考看看 然後這一顆我是真的很喜歡 因為那一天Iris幫我畫的時候 我就立刻問她說你這顆是什麼 然後她就說 喔這是那個J我都說該不會是JLIN吧 因為超級無敵多人一直推薦我 叫我去買JLIN的美妝蛋 我後來就是立刻她化完妝以後 我立刻去樓下康氏沒買了這兩顆 然後買蛋的時候我男友又在旁邊說 到底要買幾顆蛋啊 我那天去你房間看到已經很多顆了 然後呢不免俗的就是 液狀上完以後一樣要上一下粉狀 粉狀就是一直不斷的在用Mega Forever這一顆 我跟你們說我真的是再次再三的強調我強調八次都可以 就是Mega Forever這一款在夏天沒有辦法當全臉的底妝 對於混合片有道有信機來說 你當全臉的底妝一樣會就是 它的控油效果沒有粉底液好 所以我夏天的時候我一樣是上粉底液 然後再用它局部定妝 可是現在秋冬就變比較冷 尤其是下禮拜可能要變個十幾度的時候呢 我相信它上全臉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如果如果你真的很怕偷襲 你可能局部的話再用一些蜜粉加強 或你愛用bake的話你也可以bake一下 但基本上來說我覺得秋冬對於混合片 有的人來說這個當底妝OK 但是夏天不要這樣做齁 好那我現在呢就一樣 右邊呢用這個 這一顆呢上一下粉狀 右邊先上一下粉狀的感覺 我給你們看它上那個毛孔的那個填補力 它毛孔的填補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就輕壓在這邊好了 還有鼻翼這邊 我最近都是用這兩個組合 每擦臂被問 你們看這兩邊的差別 這邊就是光澤感 可是你的毛孔還是會露出來 這邊就是你的毛孔整個被折掉 而且是平滑的感覺 它用來上粉狀也沒有什麼問題啦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偏愛是那種中偏軟的那個美妝蛋的話呢 J-LINK這一顆是可以下手 但其實啊我覺得它上起來的感覺 跟韓國的V牌美妝蛋有一點點像 就是軟硬度也很像 但是唯一好的是韓國美妝蛋是噴濕就可以用 但是J-LINK這一顆好像是要禁濕才可以用這樣 自己是沒有試過噴濕好不好 因為我剛剛就一股腦的把它壓進水裡這樣 所以我之後如果覺得噴濕也可以用的話 我在Answer Room上跟你們說 其實紫容單上粉餅也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但就是因為它的切面大了一點點 所以它上起來就是會沒有這麼好上手 但基本上妝效是很像的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他們對於妝感的服貼度都是好的 我最近因為就是感冒啊然後眩暈啊什麼 睡不好睡整個臉大缺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當你感冒或是MCI 或是你覺得身體比較累的時候 你整個身就是你的臉都是大缺水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攝取的水量跟平常一樣的多 但我還是一樣過乾 所以我今天就是有特別就是敷一下MellyMelly的面膜 那真的是乾到一個不行那種乾美美啊 我氣死我了 好那這兩顆就是現在上妝妝感完成 然後我先上一下其他妝再跟你們說我總結的感想 那今天主要的影片呢就是要測試J-Lin的美妝蛋 然後剛剛呢右邊已經用這個葫蘆狀的上完 左邊呢是用他們的植蓉蛋上完 我先說植蓉蛋好了 因為畢竟我之前有用過美國的Juno 我覺得他們的第一個大小上面J-Lin比Juno大很多 就是你們這樣直接看也看得到 就算J-Lin沒有泡水它的大小也是比Juno大很多 然後再握起來的感覺幾乎是一模一樣 可是會覺得Juno再結實一點點這樣 然後這個鬆鬆的 但是基本上來說你如果就是硬要挑毛病才會覺得它比較硬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OK我就是隨便亂抓的話 基本上你會覺得它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我覺得他們上妝的妝感 呃只能說Juno我當初就是上了以後會覺得 因為它的整個細很細緻的纖維什麼之類的 上毛孔或是上問題肌或是你比較多痘疤需要去遮的話 我覺得它上粉狀跟上遮瑕的妝感是還蠻好的 就是如果你是有問題肌的話你可以試試看這一顆 但是J-Lin今天這一顆我覺得上起來 基本上妝感跟Juno沒有差太多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就是要我蒙著眼睛說 欸你猜這是什麼的話我真的是猜不出來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像 然後Juno這顆不貴它也才6塊美金 但是因為Juno你還要付美國運費 我上次花了25塊真的嚇慘我了 所以我再也不敢買Juno的那個網站的東西 因為它那個運費真的是貴死我 然後J-Lin的話這個是康世美就可以買到 就是我是在康世美買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是在包牙買的 所以如果你們對這個植容蛋有興趣 你想試試看就是 那種都很像用奇異果在扎你的臉 但是是舒服的奇異果的話呢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一顆這樣 然後呢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外表摸起來的感覺 Juno的那個纖維感覺 會比這個J-Lin的蛋多一點點 你會覺得它是髮量比較多 它可能就是鹿兒 然後它這個可能就是一般的baby的那種感覺 這樣你們了解嗎 就是毛量非常多的奇異果 毛量還好的J-Lin這樣的感覺 但是基本上妝感上面是沒有差太多 所以如果你對植容蛋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就是直接買J-Lin 就是Juno就可以Pass這樣 因為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是已經有美妝蛋的人 你不是就是特別要涉獵像我一樣就是狂拍影片的話呢 我覺得Beauty Blender買一買就好 就它可以撐很久 那這一顆我不知道它可以撐多久 然後Juno我目前洗過幾次 它完整度也都還OK這樣 可是它不會是我一開始就是化妝就會想去抓的東西 就是它不會是我的第一首選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就是不用那麼不要心理衣 就是買一般的就可以了 然後這一顆美妝蛋呢我覺得啦 它就是一個如果它的形狀可以不一樣的話 我會更喜歡它的美妝蛋 因為基本上來說我覺得它跟V牌真的差不多 然後它握起來的手感跟那個Beauty Maker那顆我很喜歡的也差不多 但是因為它是毛孔比較大的 Beauty Maker是那個非常平滑的那種海綿面 所以妝感又會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對妝感來說都是有提升有服貼度的 這一顆我覺得如果你本身沒有任何美妝蛋 你沒有Beauty Blender 你就是只有在用便宜的可能心知罐或什麼的 就是可能三四個月就要換一次的話 可以買買看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有Beauty Blender 又有Juno 然後又有那個Reval 就是很多你什麼都有的話呢 這一顆我覺得可以Pass 因為基本上它的妝感跟Beauty Blender 跟V牌美妝但是差不多的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今天也是一個忙碌的星期二 今天要做好多好多影片喔 非常非常的休息 而且我跟妳說我每次想休息的時候 我就會很想喝珍奶 就覺得我這麼累 為什麼我不能喝珍奶 然後呢我昨天就是有拜託我媽去買了一瓶珍奶給我喝 因為我媽就是剛好出去散步這樣 我就拜託媽媽就是買了一瓶珍奶給我喝以後呢 我本來本來想請假 就是想跟你們說就是昨天沒有影片 但喝完珍奶以後整個就是活動力提升 立刻就去剪了昨天的Vlog給你們看 所以今天呢我一樣會拍完這個影片等一下上傳 然後要再拍一個影片明天要用的這樣 然後我會 反正我今天會拍三個影片啦 然後會剪兩個影片這樣 希望我今天時間管理上面是沒有問題 然後我現在要去炒烏龍麵給我媽吃了 如果喜歡我的話 可以去Instagram Facebook 范圍Fallpark找我玩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